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牛津大学在我们通常的想象当中应该是有一个大学的本部 然后有一个学校的院墙 但实际上如果你来到牛津小镇 你会发现牛津大学根本没有院墙 它是由三十几个独立的学院组成的 其中最大最有名的应该就是基督教会学院 这里曾经诞生过十几位英国的首相 而且还曾经是电影《哈利波特》的拍摄地 我们预定了明天下午专门参观基督教会学院的门票 所以今天我们就到牛津小镇上去走一走看一看 还有哪些好玩的 每年的七八月份应该是牛津小镇最繁忙的季节 很多游客都来到这里 但是你在街角边喝上一杯咖啡 或者喝上一杯鸡尾酒 还是非常惬意的一件事 我们今天没有特意的设置路线 就想走走停停边走边看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牛津市的城市博物馆 这家牛津小镇博物馆面积很小 藏品也不是很多 但是却做得非常的温馨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过去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他们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 这个是可以试一下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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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呀 你看真适合这打板 还换个造型 由刚才的绅士变成了工人的阶级 这可以坐马车回家的 我们在牛津镇上发现了一家卖房子的公司 我们在牛津镇上发现了一家卖房子的公司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边的价格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边的价格 看看这个是一个tonghouse的价格 64万磅 这个house看一下 这house快得不错 这是150万磅 将近300万加币 这可是世界顶级学区房 快来 顶级学区房 走着走着发现路边围了一大群人 走着走着发现路边围了一大群人 我们走进去看一下他们在干什么呢 哦原来是看谁能坚持90秒 然后就能得110 我们到这个书店看一下 据说它外边看起来不起眼 但是里边没有冬天 我们去看一下 我们来到了地下一层 发现这真的是非常大的一个书店 所以喜欢逃书的人在这里真的是太开心了 这就是发幅出的一套关于世界万物的一套 还是全是非常简短的介绍 最牛的有一本是 我不知道自己的是什么那种 我看看 我看看 关于nothing的 关于什么都没有的一本书 所以不是nthing的解释 什么叫nthing 刚才我翻了几页 所以就说 我们都在想世界从哪来 我早期的记忆是什么 我们包括 什么都是 这个叫梅艳 什么叫猫姐 猫姐 猫姐 这个也可以带回去 鞋儿也选了一本书 非常好 这个跟那个长期的书都很漂亮 好看吗 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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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什么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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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逛着逛着 我们就看到了这里有一个菜市场 帮大家看价格 看一下这种黑莓 在加拿大有很多黑莓 两盒是4英镑 看上去蛮新鲜的 我到哪个城市都喜欢逛当地的小市场 那这个市场除了卖新鲜的水果 蔬菜 还有卖这种戒指项链 这种小商品 远处呢还有一些小的摊位 他们制作 现场制作一些美食 看上去也挺香的 因为你从这过 能闻到这种非常香的 现场制作食物的那种气味 和那种真正的人间烟火器 还是挺热闹的这个小市场 还有一些来自印度的手工做的一些 挂毯装饰品 卖的是哈利波特迷 哈利波特的那本书 他看了十几遍 现在只要看到有关哈利波特的一切东西 他都感兴趣 就连我们走在牛津小镇上 天上飞的鸟 我们都觉得充满了魔性 致过来 对 要是 对 他刚才并不见到 我们就来 快点 来 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